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你也是那种爱错热闹的性格 不得不说 最近来光顾的客人确实都在谈论 与其说是热门话题 不如说是都市传说一类的东西吧 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听 耳朵也快听出简来了 不会 不会是什么可怕的传说吧 先 先给我一点心理准备 可怕倒没什么可怕的 至少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这样 是被称为暗夜英雄的人的传说 刚才九宝先生说的什么 原来你根本没在听啊 我在说暗夜英雄 传闻中只有在午夜时分才会出现的 惩恶扬善的神秘人 不过老实说这种传说我没什么兴趣 除非他能帮忙治理一下半夜醉酒闹市的酒客 那我还是很愿意承认他存在的 据说是有过几个目击者的 可在夜里没法看清他的样貌 可能这就是他只在夜里现身的理由吧 但至少证明暗夜英雄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总而言之 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感兴趣的话不如去广场上再打听打听 别耽误了其他客人点单 暗夜英雄呀 像是每个城市都会流传的那种故事呢 只是他稍微显得有些阴暗 到底会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有空去广场上再问问看吧 不论是他有空的 他不论有空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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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 结果有空的 为什么 你也不论有空的 我们就能看到他 有空的 不会有空的 不是 哦 暗夜英雄就是我 抱歉 我是在开玩笑的 请不要这么认真 其实我想说的是 在他身上 我感觉到一种和我相似的气息哦 相似的气息 在数之不尽的夜晚里守护着蒙德 贯彻自己的正义 坚守自己的信念 原来玛格丽特女士也是这样了不起的人吗 不不 我的意思是 他一定很有钱吧 嗯 往往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 才会追求精神的富有 很多英雄故事也都是这样写的 不是吗 没有的事 我只是每天都很闲罢了 都差不多了 毕竟是猫尾酒馆的老板娘 不如你们再去城门的守卫那边问问看 经常职业班的他们 很可能见过些什么吧 占星牙的美景可是很出名 你们也对他感兴趣啊 不瞒你们说 我可是暗夜英雄的目击者之一 哇 这下找对人了 那么 暗夜英雄到底是谁呢 唉 别急 等我慢慢讲 那晚我正在巡逻 被一点响动吸引 我赶忙过去查看 只见一伙人鬼鬼祟祟 像是在密谋些什么 于是我赶忙躲了起来 喂 你不是守卫吗 而就在此时 那个人出现了 他一身黑袍完美地隐藏在夜色里 对那些恶人来说 就像悄悄袭来的噩梦一样 哇 你们猜我这时候做了什么 嗯 在暗夜英雄面前 我可能只是个累赘 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是的 于是我去了骑士团宿舍 没错 像他这样有正义感 自愿守护蒙德的人 加入骑士团是理所应当的吧 可事实上好像是我自作聪明了 在宿舍检查一番以后 并没发现有人出门的迹象 那就是骑士团成员以外的人了 是的 可我想不通 这样的人为何没有加入骑士团呢 以他的实力 应该很容易在骑士团有所作为的吧 到头来你还是不知道暗夜英雄的身份呀 别那么失望 至少缩小了范围嘛 嘿嘿嘿 不如你再去花店问问看 听说有位姑娘曾经受过她的帮助 再见 哎 不行不行 满脑子都是底鲁克大人 怎么可以这样花心 喂喂 我 我真是个坏女人 暗夜英雄 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些愣神 不过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想谁 啊 难道说 都写在脸上了 啊 怎么办 万一被狄鲁克大人看到了 岂不是就 啊 你说 狄鲁克大人 嗯 好吧 既然如此 就全都告诉你们好了 本来我仰慕的人只有 狄鲁克大人一个 可自从那晚 我被暗夜英雄所救 就好像 再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心意了 真的吗 那么 暗夜英雄长什么样子呢 我当时太害怕了 没怎么看清楚 就只记得 令人感到安心的火光 莫名有些亲切的背影 或许吧 你这么一说 确实很可能是火元素的神之眼 一下子照亮了四周的黑暗 所以印象很深刻 嗯 好吧 谢谢你的情报 唐纳 整理一下现在所知的情报的话 并非西风骑士 拥有神之眼的有钱人 那 还是想不明白啊 问了这么多 果然还是想亲眼见识一下呀 不如在夜晚的城里转转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会遇上他呢 天黑了呢 不如在蒙多城里转转吧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会遇上暗夜英雄 怎么办啊 不如在蒙多城里转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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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 暗夜英雄就是蒂多克老爷 尽管绕开了卫兵的巡逻路线 却没想到会在这里撞上你们 暗夜英雄 这种俗套到不行的名字 难道是尼奇的 你自己居然没听说过吗 整个蒙德都在讨论暗夜英雄呢 无聊的传言 也罢 算是和平的证明吧 嘿嘿 这下暗夜英雄之谜终于解开了 所以说暗夜英雄先生 好了 别用那个名字叫我了 感觉很不自责 没错 暗夜英雄太土了 应该换一个更充满罗曼蒂克气息的称号 嗯 嗯 这 正 正一人 正一人先生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是神员教团 又是他们 不知最近又在盘算些什么鬼主意 像是在做前期侦查的样子 明明这段时间 他们的小动作已经被我识破很多次了 居然还不放弃 算是吧 如果没有另一个什么暗夜英雄的话 毕竟骑士团里 大多是些派不上用场的家伙 怎么可能放心把背后交给他们 我可不是为了获得称赞才做这些的 陪你们聊了这么久 不如你们也帮我个忙 诶 蒂鲁克老爷需要帮什么忙呢 对我的身份保密 尤其是 别让骑士团的人知道了我的行动 什么声音 是神员教团的援兵吗 几个小角色而已 你应该也可以轻松解决 我可不能被这些杂碎拖住了脚步 就麻烦你处理一下了 别忘了 帮我保密的事 回见 喂喂 你就这么走了 不如我保密的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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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不退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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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碰 該行動了 這是城景 伏伏归下 两位 刚刚我好像听到这边有什么响动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异常 没有哦 难道你是指暗夜英雄 他 暗夜英雄 你们见到他了吗 他 他就是旅行者了 哦 暗中守护蒙德的英雄就是你啊 我代表 不用这么郑重了 我 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等等 不对 你们不是最近才来的旅行者吗 但你们来蒙德之前 暗夜英雄的传说就已经流传很久了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算了 我知道你们不会是什么坏人 不过关于暗夜英雄 希望你们能抽空来骑士团再聊一聊 有些话不方便在这里讲 公务在身 那我先走了 有些话不方便 我们在这里